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历狗年正月事务 元宵节了 大家吃元宵吃汤圆了吗 之前有人给小编说过元宵和汤圆的区别 说元宵是滚出来的 汤圆是包出来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小编怎么记得是先包再滚的呢 大过节的估计也没多少人看资讯 小编就先简要总结一下 割了的这一个多月里的消息吧 在怪物猎人世界发生后小编就消失了 在这款游戏中沉迷了不少时间 超高的游戏素质让本作获得了90分的平均分 多次拿下北美 英国 日本等地区的销量榜首 3天出货500万 14天出货600万 创造了系列最快的全球销售记录 观众中有多少人玩过这款怪物猎人世界了呢 又有多少玩家在急切等待PC版的呢 就在怪物猎人世界宣布出货量突破600万的前一天 又有一款游戏创造了现象级的话题 这一次就不一定是好事了 真三国无双八发兽 寸步不让刘轩德 无法阻挡曹梦德 这招如何随文台 还有什么我只是膀胱就已经热血沸腾了之类的 为玩家们带来了十足的笑点 突然换成中文配音可能是玩家听起来还不习惯 不过游戏糟糕的画质加上糟糕的优化 确实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国外DF小组的测评就直接在标题上写明了 这是支持Export 2X和PS Pro强化游戏中的最low画质 PC版用户就更惨了 被光荣修复了可以掉出中文的bug 差评满满 即便光荣承诺之后还会免费更新中文 也于是无补了 好评率从本来就不高的30%多掉到了百分之十几 这么的闹腾反而引起了小编的兴趣 于是兴冲冲的入手了真三孤双八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说起来Export 1和PS的三月汇免游戏也公布了 Export方面的汇免是特技摩托 雪龙 燥热 勇敢传说 量子谜题 四款军事精品小游戏 那么大作呢 被微软安排到了Export游戏通信证哪里去了 古墓令石 圣花鱼姬启示录2 超级幸运湖等八款游戏 包括将在3月20日发售的盗贼之海 都会在3月加入XGP服务中 PS方面的三月汇免则给了一个钢顶大作 雪原 诅咒 这游戏踩雷的肯定不止小编一个了 其他还有恶狼传说 狼群之阵 爆破混蛋等汇免 关于爆破混蛋还有一个小插曲啊 这个游戏的Steam版和PS版名字不太一样 原因是之前PC版的名字不和谐 所以给主机版换了个名字 其他消息还有 索尼宣布PS独占互动电影游戏 迪特利域成为人类 发售日期决定为5月25日 中文版同步退出 微软为Export1向下兼容的52 极限技术地平线一代 神规预言中年版等免费更新了X的强化补丁 并且为Export1X数据的向下兼容模式 提供了画质优先和帧率优先的选项 热天堂的星知咖比 星星联盟 在NSO服开放了10万版下载支持中文 看来全区中文的几率应该是挺大的了 有人知道低价幅是哪里吗 还有不少消息 例如有爆料穿战地系列的下一作 名名为战地5 背景为二战 最终画像15PC版三平台联动内容公布 定音版与半条命联动 橘子版与模拟人生联动 这个头顶率啊 温室版的联动官方还未公布 有民间爆料说是会和扫雷XL等联动 不知道真假呀 好啦 时间有限 没来得及说的资讯 有没有好心的观众补充一下呢 大家下周见